我现在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我之前在视频中介绍过这个小声卡 叫佛西Audio 现在我用这个声卡接主机箱 用它来播放音乐玩游戏 这个独立声卡我只用来接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是卡能口的 只用它做音频输入设备 像有时候录音或者直播 用这个声卡 这声卡只让它做收音设备 这个用作输出设备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PS5我就用显示器的音箱 如果要好一点 我可以把小声卡的USB插到PS5上 这样就可以在小音箱上面播放PS5的声音 但是这个声卡像这种外置声卡 被PS5识别成为耳机组 声音比较小 在PS5设置里面把耳机声音调到最大 另外 右侧这个音量按钮要调到最大 现在我是这么解决 这么用的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估计这个视频可能流量会比较低 但是我也想做一下和各位分享一下 也分享一下这个经历 我建议大家把这种独立声卡接到笔记本上 因为笔记本它的电压电流都比较小 比较可控 如果插到这个台式机上 台式机它的功率比较大 特别是响卡在玩游戏或者什么情况下 说不准 什么时候就有一些异常出来而导致声音有问题 可能对声卡特别是外置声卡也是个冲击 说到这个问题 我想到了解决声音问题的一个原因 我开始以为是响卡的问题 但是我测试响卡并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开始以为是CPU的问题 让CPU满载去跑 结果这个噪音也没出来 然后我测试硬盘内存我都测试了 结果噪音都没出来 怎么它能出来 进入剪映 把我的视频往外导 导成4K的视频 大概要处理几分钟 在这段时间 声音音箱就会有砸音 之前是这样的 不知道什么能量 传导到这个显示器和音箱之间的这条线 把这条线拔掉就可以了 啰嗦了半天 给能听懂的同学一些参考